我們會在這時刻做什麼? 我們會如何記憶? 這是我們的未來 我們選擇的選擇 我請你選擇大利益 在利馬、赫亥爾州 美國陸軍唯一倖存下來的坦克工廠 這是自前布希總統 於2003年訪問以來 首次在那裡進行訪問 FORB的記者則說到 奧巴馬總統從未訪問過這個地方 在他任期內第一名的軍費開支 幾乎使這個地方關閉 而這樣並不誇張 川普總統了解這個工廠 對於國家戰鬥人員和當地社區工人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這就是為什麼他今年沒有參加 瑞士的經濟論壇年會 而選擇到了利馬的原因 另外川普的國防預算 有助於創造高薪的製造業和就業機會 其中包括經濟落後的利馬等地區 經過正新的利馬工廠 將直接僱用1000多名員工 而New York Times則寫道 川普總統這項大膽的決定 把利馬工人從奧巴馬的 預算削減計畫中拯救出來 此舉將在未來幾年為這個國家帶來利益 伊萬卡·川普持續帶領的團隊進行教育改革 以及職業訓練 其中也包括了曾經待過監獄的獸行人 據Washington Examiner時道 伊萬卡不但得到兩黨的支持 本週也將改善教育法案 來幫助更多窮苦的學生 並加大力度引導美國人去找工作 包括當學徒 邊境保衛局在星期二指出 在短短的五分鐘內 他們已經抓到了400多名試圖闖入美國的非法移民 而官員們表示 大多數的移民都來自 中美洲的家庭成員或無人陪伴的兒童 他們之所以來到美國 是因為美國寬鬆的政策 這些政策幾乎可以確保他們被逮捕後 可以迅速的被釋放 並且進入他們在美國當地的社群 另外川普總統的美墨加協議 不僅取代了擁有幾十年歷史的 北美自由帽頂協議 並使協議更加現代化 充滿了幫助美國小型企業促進出口 和保護知識財產權的條款 小型企業與創業旅試會 主席則在President Journal上面寫道 此協定幫助美國小型企業們 增加出口並保護知識財產權 國會需要盡快的批准此協議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川普真新聞 請您在評論中留言 告訴我們您的想法 我們下次見 謝謝謝謝 Thank you very much.